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半年都过去了 中国从动态清零到彻底躺平 阴阳静阳 现在一般认为经过春节以后 中国大概有十亿多人都感染了 这一波感染的高峰也过去了 往前看 你觉得今年的在中国的台商的经营状况会怎么样 我去年四月份回台湾的时候我场并没有关 因为我不是说因为我批评共产党吗 所以我被喝茶 就是所谓喝茶是约谈 约谈四次 然后那时候国保跟我成为朋友之后 他有一次突然跟我讲你可能要走了 因为现在每一张每一个文件都有你的名字 我知道共产党要抓我的 所以我也来不及处理我的工厂 我是把工厂承包给朋友 那时候刚好不是舌口到香港机场的船突然开了 我就第一班船我就赶快回来了 回来我不是开始做YouTuber吗 做自媒体吗 还有上一些节目 因为我骂了习近平 所以他真的派人把我的厂给封了 所以我是这样一个经历 台商的经营状况 其实我知道已经很多人都结束营业了 但是台湾人有一些营业状况还不错的长 他真正开始亏损是21年开始 就前年 因为有所谓的不定时的停电 那到去年封城 不用说那是大规模的亏损 今年初八开工之后 我的一些朋友说 有一些小订单进来 但是第一工人还没回来 工人会不会回来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订单会持续 会不会持续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说过 一个产业供应链被习近平掐断之后 包括他的采购链也被习近平掐断了 因为要封城 因为他停电 这种情况之下你说 我说习近平说 我今年要全力发展经济 然后你就把他的产业链再接起来 这个纯粹是外行人在说的话 我说断了就断了 中国几十年来建立的产业供应链 中国现在还有一点生意做是什么 因为所谓我们三级加工 我们的协议 我们的相邦 跑到东南亚去之后 东南亚还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供应链 所以其实这些外移的产业 它的供应链还在中国 但是等到东南亚这些国家 甚至印度这些国家 把他们国内的产业链建立起来之后 我认为就没有中国什么事了 但是现在理论上还有 但是因为习近平的封城 封得太突兀了 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所以所有人都必须要求生 所以就开始把 不但把生产链 供应链 整个都往外移了 这个应该是改变不了了 所以如果说 现在在中国的台商 如果得到消息都很惨 都在惨淡经营 然后都 其实都已经都想走 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想走 但是都还没有下那个决心 不过大部分是走的 因为去红色供应链之后 台商基本没有空间了 没有空间了 所以电子五哥 这个是一定会走的 富士康他会走 然后说猛达方那些 都一定会走的 因为在中国 他确实没有活路了 但是据我所知 这些工厂也都外移了 只是还没有 他们不敢讲 因为讲他怕共产党挡你 据我说他们不是在泰国 就是在东南亚 又不是在印度 我没想到还有很多人去泰国 我也是在泰国 没有太大的印象 这个趋势它不可能改变 美国的去红色供应链 它是步步进逼 完全没有妥协的味道 而且是越来越打越用力 你如果想要问台商的状况 我只能说 要么就跑了 要么都在跑的当中 要不然就是在准备怎么跑 主要是资产拿不回来 拿不出来 那些还犹豫在那边 就是资产确实拿不回来 所以就是说 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 2022年中国GDP增长3% 他们现在预期 官方预期2023年 可以增长5%以上 但实际上从你的微观层面 跟台商接触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现在还看不到 真正的订单的恢复 和出口的恢复的迹象 不可能恢复 我刚刚讲了 我采购你的东西 结果冒的风险比你大 采购商它有一套的流程 你突然交不出后来 对对方对采购商影响是更大的 这个我们之前论述过 就不再论述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把风险 放在你这里 东南亚东西比你便宜 而且现在东南亚的管理 已经不错了 以前很多人说 东南亚人很懒 但是我感觉这些人 这几年在台商的管理下 大概都上轨道了 所以我是认为 采购商没有理由 再回中国采购 第一 去红色供应链的问题 第二 关税贸易战并没有停 各位 关税的贸易战并没有停 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 有什么底气 说他成长3% 我一直说他应该是 亏损30%才对 我一直认为 我相信很多人觉得说 你又不是经济学家 我说我不是经济学家 但我周围看到的东西 绝对是负30% 再40% 这种情况下 各位 你觉得 他的3%你相信吗 从哪里来的 整个东莞的产业就垮掉了 我们工业区 一场篮球 现在你去看看 到处都在招租 这个总是事实 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 服务业 工业 传产你做不过东南亚 高科技 你被芯片打压 这个打压是很多 前天有人在我的频道讲说 中国人家现在量子芯片很强 是的 中国量子芯片这块 确实有一点表现 美国绝对会在一两年 开始打压你量子芯片 所以说很多事情 因为你的经济科技发展 是片面的 你不是从底开始 发展起来的 所以你很多东西 只是把别人的科技 拿来做运用 科技的运用 它确实很强 因为中国 十四年人才还是很多 所以科技运用确实很强 但是人家要打你 美国一个芯片 就把你打趴了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了一些 什么中国的 什么一些优势 我只能跟你讲说 2023年开始 应该都不存在了 美国的去红色供应链 我觉得这个东西 越来越用力了 我的感受是这样 最近美国商业部 好像下令停止美商 对华为的所有的出口 这个确实是在进一步的打压 我看你常常在节目上说 台商在中国的经营 会遭遇到行业的风险 制度的风险 还有撒之风险 特别是撒之风险 像习近平这次突然的解封 选择了最糟的时机 从风控到解封 都是缺乏科学考量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就是典型的撒之风险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2023年中国最大的风险 还是这个撒之风险 还是这个撒之风险 撒之风险 这个应该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我在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 我第一次提出来这个撒之风险 最不可测 最不可控的就是这个撒之风险 否则就没有后来的什么风险 没有清零 没有风险 也没有 没有配套措施的解封 未来这种问题还会更严重 所以说行业风险 制度风险 也许你都还有没落可循 但是只有撒之风险 最不可靠的 但是这个东西 中国人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个问题了 习近平说 他能够在这么大的斗争中 串出头 他怎么会是傻子 我认为他是又狠 又狠又横 因为他从小受这种 斗争训练出来的 所以他斗争真的有一套 但是他这个人把任何事情 都做到极致之后 发现困难他会缩回来 你看这次白子 这个跟他的个性真的有关系 我对习近平的个性做过研究了 就是说 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肚子没有东西 所以他只能把外表表现得很强硬 如果能把你唬过去 就把你唬过去了 很多人都被唬过去了 我如果唬不过你 他就唬不过美国 美国一动作一出来 他赶快退回来 包括连白子革命他都退回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美国需要一个余茂春 我们台湾的台湾政府 更需要一个余茂春 你真的要把共产党摸透了 你把习近平摸透了 你才会知道他做的哪一件事 是真的哪一件事是在表演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都是在表演 所以 撒之风险已经被大部分人看透了 我是这样认为 我是认为他已经 美国人也把他看透了 我相信蔡政府也把他看透了 所以说未来这个事情 看怎么演变吧 我觉得这个2023年 也是很不 很不乐观的一年 石板先生我们讲到这个撒之风险 这个中国另外一个撒之 就是胡锡进了 这个我记得这个前几个月 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我胡锡进写了一大堆这个微信 说是要派飞机扮飞 要把裴洛西的飞机给打下来 那最近胡锡进又写了一大堆这个微信 说这个打台湾要有三个条件 那我把这三个条件看了 我觉得20年之内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能200年之内也做不到的条件 你怎么看这个撒之风险 我觉得胡锡进不是傻子 他是聪明人装傻的 因为他们的老大是傻子 所以说他一定要装得很傻 就是说有的聪明人是很聪明 但装得不像 就会把老大发现出来了 你看不起我 你聪明人就会被干掉 估计给柯强王阳都被干掉了 那胡锡进他是 装傻 装傻是这么一种状况 那我刚才觉得这个 其实人不怕你笨 又怕你笨还自以为是 还自己怎么说呢 不讲信用 我觉得中国的很大的风险 就是说怎么说朝勤暮处 这政策一点一会一变 而且答应的事情不做到 我觉得这个是在商业上 大家不敢跟你合作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国内 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最近我们看的很明显 就是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签证问题 就是说怎么说中国呢 突然之间他把国门打开来 说我们可以随便出去了 那日本韩国当然也害怕了 害怕疫情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你不说实话嘛 那个时候中国好像疫情还没怎么死人 不是没怎么 已经全世界的媒体都报到火葬场排队排不上 那状况的时候 那个时候北京才死几个人嘛 对 后来整个半天最后说六万 谁也不相信嘛 因为中国已经有十亿人 据说有十亿染疫嘛 染疫的死亡六万的话 这个死亡率和全世界不符合嘛 对 因为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数据嘛 你根本不是一种病嘛 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怎么说呢 日本韩国当然给你分 把国门要严查嘛 严查 等于日本和韩国的对中国呢 他是说我针对病毒防疫嘛 因为你不说实话嘛 风险太大嘛 凡是从中国来入境的人 我们必须给你做检查 如果有阳性给你隔离 这个是针对病 针对事情的 就是其实并不是歧视中国人啊 从中国回来的 哪怕你是日本人 你是美国人 你只要从中国飞到日本来的话 当然要做同样的措施嘛 是针对事情的 但是中国呢 竟然报复说 那个日本人只要进中国 不给你签证啊 所有签证都停啊 那么留学签证啊 什么从经商签证啊 还有是医疗签证啊 奇怪日本人还有去中国看病的 但是说呢 这个签证停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去年12月的时候啊 中国要发展经济 中国各个省的外办招商办 派个大量的人去日本要订单 嗯 就是多少年 就是这几年疫情 交易厅吗 停下来了嘛 已经没有订单了嘛 嗯 那给点订单好不好 谈个半天 求爷爷告奶 最后日本人说 那我们查查一下 我们回访一下 给你点订单吧 嗯 刚想回去 光把门国门关上 还锁上门了 不给签证 嗯 那怎么办 那就是完全看不到的风险吧 嗯 所以说日本就是说 那就算了吧 结果呢 坚持个没到 20天吧 20天吧 18 9天 嗯 就突然说 再把日本开放 而且他开放的 讲的理由非常好 他说日本已经正常发宪证了 嗯 日本的北京的大使馆 嗯 问题北京大使馆 一直在正常发宪证啊 嗯 所以说中国这个理由是假的 对 他骗国民说 中国日本让步 日本我们查个问题 日本完全政策 没有任何变化 他自己骗一骗一套 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来 因为他觉得 这个日本要很多人商业 要跟着工 恢复商业吧 但是说呢 对韩国 嗯 他就不开 嗯 这很奇怪 韩国 韩国和日本是一起疯的嘛 嗯 因为第一呢 韩国是 韩国对法好像是 给从中国境界带一个牌子嘛 嗯 这个中国认为是 这个 有辱国格嘛 嗯 这个中国民分极大 嗯 第二呢 韩国的经济要比中国小嘛 比日本小嘛 嗯 所以说韩国先继续继续修理它 那日本就让你进来了 嗯 他这么做事的方法 那日本人敢进去嘛 嗯 就是我跟你做生意 我太没有保障了 嗯 我的订单下去的话 你东西来不来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买到你的东西 我要组装 我也卖给我自己的客人了 嗯 将来你跟我违约 我也跟我的客人违约了 嗯 但是跟中国厂商违约 是拿不到赔偿的 嗯 他基本上随便 随便找个理由 都不给你赔偿啊 嗯 另外一个日本的企业在中国 随便你说你弄个照片 说长得像黄继光 嗯 对不对 对黄继光就给你罚款 嗯 在这种完全抗 风险是完全没法预估的情况之下 所以说这种傻子治国的话 嗯 那完全是我想今后 真的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 画个很大 二三十年 鉴定了中国的一点点的信誉 国际上的信用 已经被习近平这两年消费过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地方财政的问题 啊 廖先生 你可能 呃 在中国经商的时候 对地方财政也有一些关注 啊 这个 呃 我看到一些统计数据 呃 去年中国的地方 财政赤字 非常严重 几乎 所有的省区 全部是财政赤字 啊 而且是 呃 全国的财政赤字 高达GDP的89% 但是中国财政部长公开说了几次 说中央对地方财政不保底 这个 这个 谁家的孩子 谁家领啊 这个 这个财政地方 财政问题 地方自己想办法解决啊 所以我看到有些报道说 地方就只能强迫银行 借钱给当地的公务员 然后要当地的公务员 再去买城头债来救急啊 所以因为银行借钱给公务员 大概百分之三四的利息 然后公务员去买了城头债 会给他百分之八九的利息 所以公务员可以挣利差 但是这个风险 最后是转嫁到公务员个人身上 在公务员转嫁到银行身上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状况 你觉得这个 这种这种办法能够救地方债吗 地方债 转给公务员 这个事情我讲一个实例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发生的 东莞前几年有一个叫团贷网 他属于P2P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团贷网受到政府多少的奖励状 前一天市政还在包奖这个团贷网 隔天倒了 隔天爆雷倒了 我一个很好很好的兄弟 算朋友吧 他投了两百万 那一天他跟我讲说 兄弟你有空过来 我说什么事 团带有人爆了 第一件事警察 警察说等一下过来 我说你是受害者 他找你干嘛 我说我不知道 你要不要过来一下 我说好我马上过去 但是我离他那边60公里 我后面也到之前 他给我打电话 说你不用过来啦 警察走了 警察来只是告诉我不要惹事 不准惹事喔 所以他们出事是 这个我可以做证 我们那个朋友都还在 受害者被警察警告 不需惹事 他一定是压制你受害者 然后最后呢 一毛钱拿不回来 也就是说 你刚刚讲了说 城头这些地方债务 城头这些债务 其实他根本已经没有能力解决了 他除了去割这些 以前是割人民 以前是跟公共内员 公共内员体制那人 算是他的党卫军 他以前是不会得罪这些人 跟这些人共同来割人民的韭菜 但是人民已经没有韭菜让他割了 所以他只能连镰刀一起割 所以这个就是 2021年 我东莞的公安朋友就跟我讲了 他们现在的工资 严重延期 当时还没有短发 但是延期很厉害 这个事情 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包括退休 他们一般的工人工资在减薪 大家不知道知道 这个是确实的 减30% 东北减得更厉害 最少30% 中国的公务人员 他们看工资 不是全看工资 他们有很多过年过节 什么那些福利 基本上全部都没了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 那你那个退休金怎么样 他说到现在退休金还没有动到 但是动到什么了 动到医保 医保卡本来有一个月486块 这个现在开始给他160块 这个我刚刚有一个案例 我刚刚一个广州的兄弟给我传来的 广州所有的退休的高干 全部集结起来 去闹这个事情 听说他们广州政府承诺 下个月开始补期 这个蛮严重的 本来460块每个月 会拨到你的健保卡里 这个月 今年开始剩下160块 听说大连只剩下80块 也就是说他已经从 现在在工作这些工人的工资 开始扣完之后还不够 但是他退休人员的工资 还不敢去动 但是先动他的医保 好这个医保再动 再不行的话 下一步如果是动到 退休人员的工资 我认为就表示他财政 确实已经完全没有活路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我有看到一些统计 说中国因为实际上的 劳动人口 跟这个领政府财政吃饭的 这个公务员的这个比例 这个非常的这个畸形 等于是中国 因为中国14亿人 真正这个劳动人口 是大概7亿 剩下要养活另外7亿人 这样的 当然包括小孩 退休的老人 还有大概有8000万到9000万的公务员 他们并不创造价值 他们是被供养的 这个供养的比例实在太高了 所以政府实际上财政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另外一个当然马上就是又要三月份开全国人大了 新的总理也要上任了 所以中国现在是应扬进扬 就是要大跃进 要在这个人大之前把整个疫情彻底解决 全面开放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但是一般就我自己在上海的亲戚朋友 他们实际上虽然说很多人都养过了 但是发觉实际上是有可能二次再养的 所以大家实际上是蛮担心的 就是这个疫情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解决了 还会不会来反复 而且有没有更多新的变异株来产生 这个是不是人大之前 整个社会的开放能够顺利进行 实际上是有很大不确定性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观察中国经济的短期的状况 不过这个最近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 新的经济政策来救房地产 又要重启补教行业 又要重新发展网路平台经济 又要鼓励民营资本扩大投资 扩大内需引进外资 但是廖先生你觉得 从习近平的这个政策的反复折腾 这种状况 有多少台商民企会受骗上当呢 这个房地产真的能救得起来吗 房地产确实没有救了 我跟中国朋友讲不要再去期待房地产 因为我说过 他们的房地产够40亿人住 而且在一胎化之后 比如说我一个像中国一些比较有朋友 比较中上中等收入以上的朋友 他们的孩子结婚之后什么情况 他们可以继承六套房子 那我们不讲说特别穷那些人 特别富特别穷 不讲我们讲一般人 一胎化之后 一对小青年结婚 这边继承他父母的 他继承你父母的房子 我继承的外公外婆 爷爷奶的 南方继承三套 女方继承三套 六套 我们讲一般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一般的 我问你还有谁有能力 有需要去买房 况且农民工进城 这个事情已经大大的打折了 城市没有多少工作机会了 已经没有太多工作机会了 而且这外资 以前我们常讲 听什么腾讯 阿里巴巴 他们那些IT那些工程师 那以前我朋友 他们在招工的时候 这些人说 我以前在腾讯 我以前在阿里巴巴 我年薪一百万人民币 他说你希望工作 我说我以前拿一百万 我说可是我们只有一个月 我们年薪大概十二到十五万而已 可以接受吗 他说好我做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不做也没机会了 也就是说 整个经济垮下来之后 农民工进城的比例就少了 那少了你房子卖给谁 以前是因为低人口增加 第二层四化在集中 所以你说深圳那么一个小地方 房子会标成这样子 因为外来工太多 他需要房子 而且深圳的收入相对也高 这些所有支撑房地产的因素都不存在 因为他人口开始减少了 所以这些都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 三驾马车全垮 外销投资 内需全垮 全垮 他们不是说连续三个月外销是负成长 从来没有过的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我没有听过他们的外销是负成长过的 这个警讯一个一个出来 所以习近平他也急了 他为什么突然 突然放开这么多东西 他知道经济撑不下去了 很简单的道理 你当年邓小平为什么改革开放 撑不下去了 你习近平要把他拉回解放前 现在所有的人都经历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你把我拉回解放前 你怎么对我交代 你怎么给我解释 所以人民已经一般 就不用说高级知识分子了 一般人已经觉得说这个是不对的 确实有问题 一个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国家 吹牛吹牛说 全世界快要变最富裕的国家了 突然要回到改革开放前 所以人民开始集结起来 所以白子革命 为什么闹那么大 如果他现在经济很好 我跟你保证没有白子革命 这些人就是 自己生活已经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的人真的非常多 我所看到的都是实际的例子 对 东莞以前 以前比如说临时工 临时工一个小时 大概是在十八块人民币 现在十二块就能找到 大规模在减薪 这个是最恐怖的 你国家还没富裕起来 你就开始进入这种 中等收入陷阱 修饰体的陷阱 甚至塔西桌陷阱也来了 你看没有人在相信政府的话 对 胡新宇这个事件各位有没有注意看 如果胡新宇那个事情有标准的塔西桌陷阱 已经没有人在相信政府了 为什么胡新宇的尸体突然跑到树林里 你知道为什么吗 智远中学排面外面排了多少人是抗议啊 对 这已经闹翻天啊 网路闹翻天 门口闹翻天啊 我看过他们校长那个嘴脸 我给你两百万你不要 我让你在这个地方再也活不下去 这个视频我那边都有 我都有 那这个事情就是说 他在把把他尸体挂在那个树林 那个都已经搜索过几十遍的地方 我问你啊 这个就是塔西桌陷阱啊 已经没有人会相信政府做什么事了 这个这个这个在扩大你知道 因为是胡新宇那是 一胎发的小孩这跟命一样好不好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这次让我们这么大 胡新宇的父母还是真的非常敬佩他 那两百万给他他不要 人民币两百万 以中国人也知道 中国很多人能够抗拒两百万的父母不多 真不多 所以共产党真的是命该绝了 共产党这个邪恶族真的命该绝了 因为所有人都开始反抗了 连一个胡新宇的父母都要坚持到底了 两百万我不要 我就是要事实真相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我看到这个 刚才你讲到人口问题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 这个2022年中国的新出生率 新出生率大概960万 以2019年2018年的数字少了500万人 然后死亡比2022年的死亡的人口 比2019年疫情之前多了100万人 所以造成了官方统计数字过去 我也不知道50年以来 第一次这个死亡的人多过出生的人 在中国 这个情况 石板先生 你觉得这是官方数据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了 怎么说这叫生不如死 死的人比生的人多的 这种状况 其实各地都有出现 日本台湾应该也是一张 韩国应该也差不多 但是说在这些国家 我至少在日本最近30年 从我上高中的时候 整个日本社会就在关心这个问题 他们会修各种法 我在上高中到上大学的时候 日本修了很多借户法 那么借户保险法 就是全社会在关心这个问题 在做 当然说这个也 或者奖励出生 各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当然说这个也是不可抗的 这个也是渐渐的 在往这个少子高音化的社会 但至少全社会做很多的准备 那么中国是到几年前为止 还有独生子女政策了 然后这一下子 治国如告大饼 一下子翻大饼 一下子翻过来 现在在鼓励生育 但是现在整个经济 是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 不管是各种的年金保险 养肖保险各方面准备 完全没有做好 而且中国因为有独生子女政策 所以这个反作更强 所以中国的少子高音化的 速度又更快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对中国的打击的 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刚才讲的中国经济的话 现在还有很多人 包括台湾的一些 就是支持统一的媒体 还在说中国经济会 非常非常好 怎么样 短期的可能会有 回光返照啊 这个因为这两年太差 我们疫情过去之后 稍微可能会回来一下 但是长期的就是 这个少子高音化问题 这个你像日本就陷入了 这个失去的三十年嘛 这个中国我想会一定会更严重 另外一个就是一行 一群外行领导嘛 政治国际嘛 做事这个朝令暮改 是非常严重嘛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他在 在修理这个 再重新想把这个 什么补科这个 这个叫什么 学习班的这个补教制度 重新弄起来的话 大家早就跑光了 而且就是说 我把你腿先打骨折了 然后再帮你养 然后我还把你再打骨折嘛 这个预期我觉得一定是 就是说他已经打坏了 大家已经没有信用了嘛 另外一个我觉得整体的 我在北京的时候啊 中国经济最火了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是最好的最好的 但是我周围的中国人啊 我的印象啊 其实他们也没什么钱 但是很敢花钱 就是一个月挣6000块钱 可以花5000块钱买副眼镜 就是这种 就是他们因为觉得 我下个月还能挣啊 我这个月挣6000块 下个月可能挣7000块 是这种想法 但是说一旦这个经济 进入这个倒循环的情况下 我这个月挣6000块 下个月可能只有4000块了 所以我的钱都不敢花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 已经陷入这个负面的情况 这个一旦进入这个渠道的话 很难再往回升啊 所以说我在各方面 我都是不看好中国经济 你刚才讲到你在北京的经历 最近我看到的消息 北京三里屯九华一条街 整个关门了啊 你在北京的时候 十几年前三里屯 可能是最火的啊 哇那我那个三里屯的 就是人山人海 就是你别说开车进去 你走路进去 有时候都挤不动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 确实是一片反应就是 我当时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就是说有很多小孩子乞丐嘛 或者卖鲜花的嘛 然后就是人 我们每次去 都是我带日本的朋友去的话 都警告他们 说千万不能给钱 你只要给一个小孩子的话 一群小孩铺上来 抱住你 你就完全走不动啊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也是一个经济 比较繁荣的一个现象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小孩 可能挣得比我们还多嘛 现在三里屯酒吧 一天就全部关门了嘛 最后的一个酒吧也关门了 所以就没有三里屯酒吧 一条街了嘛 在北京 确实是让人觉得 这个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这个故事 三里屯酒吧一条街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嘛 廖先生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一下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这个最近这个习近平让一个67岁的退休的前中联部部长宋涛来接任国台办的新主任 那宋涛他不是二十大中央委员 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台湾问题 在台湾也没有什么人脉 他为什么会被找来当这个国台办主任 他现在对国台办对台商的统战还有什么效果吗 我对宋涛这个人我不了解 没人了解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置评 至于说台商 台商就往外走了那么多谁进去 我们那个时候进去是因为台湾在下降 中国在上升 很合理 我们那时候商人为了求生存 所以必须进去 很明显现在台湾是个上升趋势 共产党是个下降趋势 这个太明显了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我之前不是在另外一个节目谈 几个大学生在问我说 如果在中国可以拿三到五倍的工资 我也愿意去 我就问他说 你有什么专长 你凭什么拿三到五倍的工资 你又不是台中的系统工程师 你又不是联发科的高级工程师 我说你如果连在台湾都找不到好工作 你就不要去中国 因为他们自己的大学生跟硕士生都在送外卖 中国的失业比台湾严重非常非常多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吸引台湾的资金 或者人才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学生讲 讲的是要弄清楚 跟我们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态势 你去一个下降趋势的国家 你会更累 因为他们 如果你去中国 他不会给你台干待遇了 他会给你中国人的待遇 就是三到五千块你能接受吗 这个说 所以说吸引台湾这个事情 我认为大概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因为以前不是人来吸引我们 这我们在台湾活不下去 我们才去的 所以这种拿这个钱上的东西 真心白眼的事情是忽悠不了人 我想来回应一下刚刚你们讲那个 三里屯那什么问题 改革开放的象征在哪 在罗虎关口 昨天我朋友台中 罗虎拍照片给我看 罗虎关口一个人都没有 很恐怖 非常恐怖 还有为什么中国人少指化 现在为什么人口红率在减少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特别爱炫富的民族 你不觉得很奇怪 很爱炫富 有钱人就喜欢炫富 其实中国才几台豪车 也没有多少台 但是他就好像天天在 你在网上天天看 好像满大街都真的是什么 什么那些豪车 并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第一 他在炫富的情况 国家也在刻意的洗脑 说我们现在是 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 所以中国人现在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觉得一百万没什么 你觉得一百万没什么 你拿一万块之后 我看看 他拿不出来 这种情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 因为我看过太多这种 这种虚幻的东西 这个人应该开两千万的豪车 他什么又怎么样 他把妹什么 或纸醉金迷 他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他也把他的价值观给混乱了 你知道 所以说一百万不算什么 但是一万块我拿不出来 这种概念让他出来打上班之后 发现一百万没什么 但是我才赚三千 一百万真的没什么 但是我的工资就是三千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这样还做什么 这还能做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的心 已经被政府有意无意的 把他吹大了 被社会那种虚幻的东西 把他吹大 三千块他也赚不下去 他也知道三千块 我自己用的都不够 还起什么结婚 中国结婚没有房子又结不了 是不是 所以说就会产生 所谓躺平的现象 那种是一种极度失望 加无能为力 之后才选择躺平 否则你看中国人 那么讲究传宗接代的国家 怎么会不生孩子 怎么会不结婚 所以说这个 他所有的作恶 你不觉得共产党做了这么多恶 现在一一的都到来了 报应都来了 而这个反噬 共产党我认为 他撑不住了 太多问题了 我想请教一下台办 宋涛 就是说我听说过 就是说对台商来说 过去的台办是天使 现在变成魔鬼了 就是过去 也就是可能二三十年前 台商进去的话 台办全是站在台商角度去帮忙 现在就开始让你去统战 让你去罚款 就各种方面让你捐钱 就这种事 你有这种感想吗 我有这种感想 我确实有这种感想 共产党他说什么会台措施 说真的你也知道 没有人拿到 可能给 他们那个什么家的 那个战 什么战家的 他们拿家拿走 是所有的买办拿走 所以台湾人根本就没有拿到 任何一个会台措施 所以相对的 国台办的 其实国台办真的是没有成绩出来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会把它裁设掉 弄得台湾现在越走越远 是不是很正常 所以国台办现在的态度 有一点恐 以前是利诱 现在可能是恐吓 更多的是恐吓 但是我说无能为力 就是无能为力 台商还在那边的 除了有特权之外 我还真跟你讲 没几家赚钱 所以这个你不用 我都不用担心 台商一个一个都会回来 要不然就到东南海去 所以我确实没有他生存的空间 没有他生存空间 所以宋涛这个问题 我确实不认识这个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 宋涛他是有公开提出 呼吁在台湾 要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与台湾各界有识之士 深入协商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 那我有看到联合报有报导 说朱立伦在今年三月份 会代表国民党提出新的两岸关系的政策 特别是要推动跟中国的经贸谈判 然后说先谈经济 不谈政治 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谈了一百年了 从来没赢过 永远吃亏的 可是他还不停地要去谈判 这个马英九就是谈经济 谈成太阳化运动 结果朱立伦2016年也没选上 结果朱立伦现在2024年要选总统了 他又要去跟共产党谈判经济了 你觉得国民党跟共产党去谈判经济 能谈出什么好结果来吗 国民党怎么去谈 他拿什么去谈 首先国民党你有什么筹码 你拿什么筹码去跟人家谈 骂你乞丐党的不是台湾人骂的 是他们国台办骂的 所以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 真正看不起你国民党是共产党 你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弄清楚 所以你又不是执政党 我又看不起你 我就觉得你就是个小乞丐 你来跟我谈什么 所以我这个事情 现在跟共产党谈经济 那真的是他们是对这个局势是不了解 是不是 台中都在撤退 你去跟他谈什么经济 台湾现在是个上升趋势 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科技的源头 叫做晶片 可以提供我们整个科技产业链的活水 所以台湾 我一直说台湾是一个上升趋势 因为那是整个产业链 产业链在转型 而且在给台湾10年20年 我跟你保证台湾的科技还可以再翻一两翻 共产党10年20年之后 他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 因为所有科技源头是晶片 他现在被搞得 被美国搞得连EDA这种软体 这种架构都不给他了 所以我认为他的晶片 基本上已经完蛋了 一个国家没有晶片 我问你他能干嘛 所有高科技都没有了 瞬间就瓦解了 传统产业被东南亚抢走了 你现在去跟共产党谈经济 不要以为共产党有内需 台湾人世界都高估了共产党的军力 跟高估了他的内需 我在中国这么多年 我告诉你中国的内需是什么 温饱的内需 我要吃饭 普通的柴米油业 那个内需真的是有 不定这已经跑不掉了 至于其他内需 以前好的时候 共产党在最好的时候 我认为他们有消费能力 也不会超过两个亿的人 对 现在我跟你保证 大概五千万人 我跟你保证 现在中国有消费能力 剩下不到 可能五千万到不到一亿 这个情况 你还在想中国的内需吗 所有看中中国内需的国家 都翻脸了 你看中中国 德国欧洲那些 大部分的国家 人家都看懂了 他们也是被共产党 所谓的内需当幼儿 引进来了 所以如果连德国 这些国家 以国家的力量都开始 开始在反了 就知道 中国的内需 确实是非常严重 基本上也不存在 还有什么 和平统一国两制 王沪宁在新制定的政策 就是要推翻一国两制 他觉得一国两制 是时代性的任务 我很弱的时候 我要跟你一国两制 他自认他现在很强了 他就是要统一了 香港已经一国一制了 对 香港人的一国两制 台湾人看透了 所以这个谎言 已经说不下去了 他们现在新的论述 一国两制都要拿掉了 国民党还要 先跟他谈一国两制 我就觉得真的有时候 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 不会也好 没有这些人的荒唐 怎么显出 我们台湾自己人的 道路是正确的 是不是 我总讲说 你们到底是在帮共产党 每次选举出来 就在讲这些 每次一选举 他们就道路就讲这些 其实你知道很多台湾人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 受不了 他去投给民进党 因为也不一定说 大家都那么喜欢民进党 真的都是看到这些 荒腔走板 这是他们自己的造念 这没办法 朱立伦现在这个时候 要主推国民党 跟中国共产党 去谈判经贸协议 他本来是要推和平协议的 和平协议不敢讲 他要去推经贸协议 这个实际上 有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因为他去年不是去美国 讲了一堆反共亲美 大家以为他要 把国民党的红统路线 拉回到一个中间路线 反共亲美 现在又说他要选总统 这个主推跟中国 去谈经贸协议的话 那这个 这种路线 我觉得台湾人能接受吗 国际很危险的 就是说 等于说他现在是在野党 那他要推出 因为马上要选总统了 就是我当选总统 我跟你谈经济 那刚才你谈经济 现在中国最需要什么 需要晶片 对 那现在全世界在封锁中国 现在不就日本 河南什么 大家韩国都加入了 那中国说你谈啊 晶片给我啊 他一旦给完以后 台湾就变成那一国的了 台湾就跟北韩啊 什么那个 一样 变成这一国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是绝对 中国现在可能想谈 而且 他不可能说 我不给你晶片 但是说你买我的 这个金门高粱 对不对 你买我的台湾的 这个凤梨酥 我想那中国 中国也不是傻子嘛 所以说他谈晶片的话 那台湾就选择战队问题了嘛 你是不是要站在那边去嘛 那站在那边去 到底台湾要承受什么后果 我觉得大家好好想一想 这个金门高粱可以卖过去 可是这个金片不能随便卖啊 金片一卖的话 这个都都做了这个导弹了 这个这个事情实际上是 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那廖先生最后很快谈一下这个 你最近在塔山之村里的YouTube 节目上面 也谈到了这个对台湾大选的一些看法啊 你觉得这个赖清德当党主席以后 他的就职演说讲的很好 你对赖清德是蛮